你就是一定有 给你看一下 好 警方攻击上门 贩毒集团手脑还一脸茫然 似乎对于同伴 还有毒饼 早就被远警给先一步逮货 全都不知情 趁着外头毒贩前来取货 警方见机不可失 随即展开弓箭 只见穿着短裤便衣的假学生 一下变成了手持枪 照上防弹背心 打扮超不搭嘎的刑警 三步换一步伸手矫健 以飞快速度 把卖毒的买毒的 一共四人全部压制上铐 毒贩以为藏身学生宿舍 就可以于目混出 躲避警方查气 终究仍算不如天算 我们就排查这个来往的车辆 这个海流的关系 有可能是从屏东这边 一带漂流过来的 一块又一块的海螺银砖 排满大方桌 一共196块 总重76公斤 相当壮观 市价超过10亿元 也是台湾史上 破获最多的海螺印度平安 翻身越岭到屏东 去飘越监视器 一个一个拼凑出来 才整合出 这个犯罪的轨迹 原来去年9月 在台东南田海岸 民众发现 随浪飘来的 32块海洛银砖 上头写着双湿地球牌 还有兴旺发牌 引起警方高度注意 经过调阅 无数只的监视器 和大数据的分析 先是锁定 受岸的车辆 密集在台东 和屏东活动 经过不断搜证 发现了屏东市 以电玩崛起的灵性主弦 和许多黑道 脚头渊源其身 甚至还传出有意 涉入地方政坛 还好 警方及时 把这个贩毒集团成员 给逮货 瓦解 这个跨国贩毒集团 也是国内史上 破获最多的 海洛因毒品案 这是严静宇台中报道